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明天各地的南方水季明顯偏多 甚至有部分地區出現一些短暫零星的雨勢 預期這樣的雨會持續到禮拜五 再加上禮拜五還有一道封面要通過台灣上空 因此到時候北部北台灣 也會跟著轉為陰雨容易下雨的天氣 而東半部依舊是持續下雨下不停的 所以提醒您接下來在禮拜五 天氣形態會更加不穩定 戶外活動建議您可以隨身帶個預算於 會比較保險一點 而後續到禮拜五的下半天開始 封面通過之後也會伴隨一波東北風南下 所以到時候東北風逐漸增強之後 帶來一些涼空氣氣溫到了晚上的時候 像在北台灣有機會低溫就會下灘到18度 跟今天的早上高溫來到30度 其實差距很大會急速往下掉的感覺 提醒大家到時候外出的時候 可能除了要準備預算雨衣之外 還要記得多穿一件比較保暖的衣服 才不會感冒著涼了 目前看來在這個週末的天氣形態 在禮拜六可能跟禮拜五的差不多 依舊是迎風面位置 北部東半部一整天都是陰陰涼涼的 感覺濕濕涼涼的 可能要一直等到禮拜天 東北風逐漸減落之後 天氣形態才會逐漸的緩和下來 氣溫也會開始回溫起來 首先我們來看到的是這個雷達回波圖 這個顏色越深也就是越黃色越紅色 區塊也就代表著這個大氣當中的水力 它越大顆 也就是容易是代表著容易下雨的天氣 所以例如在今天 這個是今天的雷達回波圖 在台灣的東半部還有在南台灣 因為受到單類颱風 外圍水氣往北帶上來 甚至在今天像恆春半島 還有在東半部甚至在高雄地區 有出現一些局部短暫的雨勢 預期這樣的水氣帶 在持續到禮拜五為止 可能暖色空氣水氣都是非常明顯 而且到了禮拜五的時候 北邊的封面也會逐漸的南下影響台灣 所以主要要影響的是 在迎封面位置 北部以及東半部天氣形態 到了禮拜五會更加的不穩定 相較於在中南部 是屬於比較被封測的天氣形態 也會雲涼稍微變多 不過整體來說 下雨的機率一樣是比較低的 所以大家可以不用太過擔心 不過我們來放大圖來看 這樣的天氣形態 到底會下雨下在哪邊呢 目前看來 在禮拜五可能一早之後 北邊封面就會抵達了 所以主要影響是在北部 以及東半部地區 雲涼會再度的增多 再配合上南方水氣依舊會偏多 所以幾乎全台灣各地 特別是中南部 雲涼也都明顯變多 轉為多雲的天氣 後續緊接著東北風南下 可能到時候就要留意沿海的地形性的降雨 持續到禮拜天為止 一直要等到下個禮拜一或者是禮拜天的時候 漸漸的東北風減弱轉為偏東風 到時候下雨的情況 就只剩下在台灣的東半部地區了 西半部到時候禮拜天跟下個禮拜一之後 雨勢就會明顯緩和下來 甚至有機會會又開始波雲見日的 晴朗好天氣了 所以在未來幾天的累積雨量上面 可以看到務必要留意的是在禮拜五的時候 因為碰到南方水氣 再加上北方封面通過台灣 因此幾乎在台中以北一路到整個東半部地區 天氣形態是更加的不穩定 容易下雨的地方 提醒大家 戶外活動一定要記得隨身帶個雨傘雨衣 另外要留意的是在北台灣的山區 或者在沿海還有到宜蘭地區 會有些局部較大的雨勢 可能一整天都是陰雨綿綿 容易有些陣雨一陣一陣的下雨 所以提醒大家禮拜五天氣形態比較不穩定 尤其是有開車騎車上下班的觀眾朋友們 務必要留意了 接下來就要變天了 而且像變天的情況持續到禮拜六為止 後續到了禮拜天 雨勢才會明顯地緩和下來 可能到時候禮拜天跟下個禮拜一 只剩下在新北市沿海地區 還有到宜蘭或甚至整個東半部 漸漸的東北風減落 總而偏東風的環境底下 雨勢就會慢慢地趨緩下來了 不過相較於在中南部的觀眾朋友們 可能就不用太過擔心 只有在禮拜五禮拜六的時候 雲量稍微變多 大致上天氣形態還是會屬於多雲到晴 比較穩定的天氣 但是提醒大家囉 接下來隨著東北風要南下 也會帶來一些涼空氣 像是在今天晚上各地的溫度 跟昨天的差不多 還算是舒服的好天氣 不會算太涼 各地的這個低溫呢 大約是來到22到23度 不過到了明天 尤其是下半天 這個冷空氣也跟著南下 所以到時候 隨著東北風增強 在北台灣的高溫 可能只剩下25度 特別是到了晚上 也有機會下探到20度以下 所以提醒大家 到了明天晚上 感受上會越來越涼 越來越冷 戶外活動一定要記得多打 配外套會比較保暖一點了 以上資料提供給大家做參考 我們下次再見囉